业绩不能达标者 死 我拿到了梦中大场的offer 本以为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前途无量 可签约的时候 看到上面这行字 我呆住了 我咽了口唾沫 后背发毛 刚想拒绝 一只黑压压的枪管 早已顶到了我的背后 拒绝合约者 也是死 零妖 被逼无奈 我拿起签字笔 紧张地写下自己的名字 林长安 停笔之后 一抹血色不知从何而来 付到了我的手腕上 宛如一条贴紧的腕带 听完HR的话 我颤颤巍巍地走出了办公室 大厅里 早聚满了一道道人影 每张脸上都写着慌张 惶恐和迷茫 待我到人群中站定 一阵沙哑喇叭声物地响起 送念起古怪的员工守则 本次招募员工100人 欢迎各位 接下来的时间里 请大家严格遵循 员工守则的规定 违反者 死 一 禁止擅自逃离公司范围 二 禁止以任何手段 攻击和伤害考官和同事 包括你身边同一批的新人 三 公司具有良好的组织架构 设立了多个职级 并构建了上升通道 每一次升迁 都有一场对应的规则考验 四 在考验当中 业绩不能达标者 死 五 成功升至K12职级 便能顺利生还 离开公司 甚至掌控公司 目前各位的职级为K2进席期 请前往二楼 接受升职考验 零二 规则全部介绍完毕 魔人的电子音总算消失 被深黑的枪管指着 没人敢有半分造词 不能逃跑 不能反抗 想要活命 就只能按规则行事 一百号人在大厅里面面相去 迟迟没人踏出 前往二楼的步伐 去接受升职考验 毕竟一旦失败 业绩不达标 就得把性命丢在这里 空气变得十分凝重 呼吸都越发急促紧张 眼看提枪的安保人员 已经有些不耐烦 开始催促我们上楼 有人小心翼翼地提出了疑问 那我要是不想晋升 是不是就不用接受考验了 可仅仅三秒之后 他期待的眼神就化为了绝望 手腕上的血色腕带突然勒紧 让他痛苦不已 他肩膀地捂住手臂 难掩哀嚎和惨叫 冰冷的喇叭声再度出现 不想晋升 那就死吧 还没说完 那人的手腕便硬声爆开 血流如注 剪出三五米 留下一只空洞的手臂 他一边害怕地痛哭 一边把衣服裹到伤口上 试图止血 可安保人员却并不想给他这个机会 静止走上去 扯开了包裹的衣物 拉住他的双腿 把他活生生拖走 任凭血痕满地 空气中满是刺鼻的腥味 和肃杀的气氛 看着这可怕的画面 我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一想到我手上也有同样一条腕带 便止不住颤抖 喇叭声像是很满意这个结果 他笑了笑 解释道 如各位所见 我们不喜欢没有伤进心的员工 此言一出 所有人疯了似的向二楼跑去 03 欢迎来到二楼销售部 这里是电话销售区 一张桌椅和一台座机电话 一名经理打扮的工作人员 早已在此等候多时 见我们出现 便说起了升职的规则 传达信息 是职场人必备的基础能力之一 在这里 你们只需要做两件事 第一 拿起电话 说出一个指令 系统将挑出一名员工之行 淘汰的人数越多 对剩余人员的升职和存活越有利 所以请尽可能给指令增加难度 提升风险和攻击性 杀掉那个接受命令的人 该环节结束后 进入第二轮 每个人将拿起电话 接听一道指令 严格按照指令要求行动 做不到的话 是为业绩不达标 将被公司淘汰 淘汰二字说得轻飘飘 好像并没有什么影响 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 业绩不达标的人会死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一分钟倒计时正式开始 我拿起手里的电话 顿时有些茫然 该说什么 零四 不管我提出任何要求 都将有一位同事 在下一轮拼命执行 所以要求越致命越好 但与之对应的是 第二轮的我 也将接收到别人传来的命令 这无疑是一个心理博弈的问题 如果所有员工都选择 对他人严格 那这第一关就将是一场屠杀 人性的自私将展示的淋漓尽致 可以想象 几乎没有几个人 能活着走出办公室 但若是自己选择放宽要求 却换来了别人的索命指令 该怎么办 考官并没有交代 每个人的匹配对象会是谁 或许有一定规律 或许完全随机 杜绝了私下联合 互开绿灯通过的可能 短短一分钟 也很难将近百个陌生人整合起来 互惠互利 更何况考官已经说过了 淘汰的人越多 对剩下的人的晋升就越有益 想要所有人齐心协力 共度难关 无异于天方夜谈 竭力思索和紧张 让我头疼无比 妈撒电话机许久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而我隔壁几个隔间的人 似乎已经开始了行动 请抠掉自己的所有手指甲 请掰断自己的大拇指 请用尽全力 把头撞到尖锐的桌角上 一条条指令 我都不敢想象第二轮时 这里将变成什么样的人间地狱 05 一分钟并不算长 我仅仅是纠结观望了一会儿 时间便已经走掉了三分之二 只剩最后20秒 场上一半多人 都已经说完指令 放下了电话 仍未完成的员工们 几乎个个都和我一样 眉头紧锁 愁笼满面 我试图找些线索和解决办法 却根本使不出力气 想要完美通过这关 太考验彼此之间的配合了 可竞争激烈的黑暗丛林里 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刀刃向外 这才仅仅是第一关而已 就要面临这么大的风险吗 我紧张地左右环顾 脑子里不断闪烁着一幅幅画面 这栋楼高不见顶 想要存活 也要升到K12的直级才行 我却在二楼的第一关间隙期 就面临着几乎必死或者重伤的局面 看着窗外浓厚的阴云 我始终觉得 这一关绝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一上来就团灭 恐怕也不是公司想要的结果吧 我不断回忆着 喇叭和考官说的一条条规则 让他们在脑海中交织 猛然间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巨大的矛盾点 极其致命 而且阴险 我忍不住瞳孔睁大 正在原地 直到最后五秒的提示音响起 我才终于从震惊中惊醒 急忙拿起话筒 说出了一条极其简单的指令 举起一次左手 刚把话筒放下 一声叮铃的脆响紧接着响起 第一轮 结束 06 非常好 99位见习生 都顺利布置了指令 没有人拖后腿 我很欣慰 考官笑了笑 鼓起了掌 虽然表情很开朗 可落到我们眼中 简直就是凶残可怖 他摊开手 又指了指电话机 如果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就要开始第二轮 接收指令的缓解了 想不想知道 自己会收到哪位同事的指令 会被要求做什么样的事情 会不会特别凶残 特别暴力 真是想想都特别期待 说到这里 他甚至激动的搓了搓手 我宣布 第二轮正式开始 请各位拿起手中的电话 听取指令 并严格按照里面的内容做事 待他说完 我深吸一口气 按了按紧张的胸口 努力让自己变得平静 随后接通了电话 等待命运的审判 听筒里 先是传来一股嘶嘶的电流声 过了许久 才终于听见清晰的人声 这个嗓音 清脆中带着急切和紧张 非常熟悉 他略有些发颤的对我说 举起一次左手 心里石头落地 我总算长出一口气 那是我自己的声音 07 与此同时 格子间里已经传来了无数木马 懊恼的脏字频频响起 没错 这就是第一关的奥秘 每个人给出的指令 在第二轮 最终都会回到自己的耳边 规则里只说了 指令会传达给某位员工 却并未指明传达的具体方向 我一度以为 会是随机选取 可就在我梳理规则的时候 却发现了一丝猫腻 在大厅时 喇叭声提出的总规则里 明明就有这么一条 禁止以任何手段 攻击和伤害考官和同事 包括你身边同一批的新人 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 直接让我们自相残杀的考验 这简直是自相矛盾 难道说 公司在布置任务的时候 根本没把内在逻辑思考清楚 简单分析后 我摇头否决了这个可能性 那结果便显而易见了 唯一能使两条规则 同时实现的条件 就是每个人下发的指令 最终都会落到自己的头上 如此一来 每个人都只能伤害自己 考官的话 在误导每一个人 一道道嘶吼声 撕心裂肺 在我耳盼此起彼伏 他开始倒数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命名买单 我轻轻举起左手 平住呼吸 看着眼前的人间炼雨 格子尖里血流无数 走出销售部 喇叭声再度响起 恭喜各位完成考验 晋升为K5专员 目前存活人数33人 文言 我不禁后背发毛 一个出考验 竟然就死掉了三分之二的人 接下来 请各位前往五楼集合 迎接第二次晋升考验 这次的主题是 专注与合作 08 爬上五楼 映入眼帘的是一条长廊 长廊两侧有一个个玻璃隔间 每个隔间里摆着圆桌和木椅 欢迎来到五楼 这里是登记处 考官微笑转身开手 按上楼的顺序 把我们分成了三人一组 分别领进了11个隔间 之前的喇叭声 提到了第二关的主题 带有合作的字眼 因此 隔间里的另外两人 多半就是我本次的同伴 经过简单的交谈 我对他们有了初步的认识 一个叫一山 一个叫江紫玉 一山是个戴着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 深黑的西装 包裹着干练的身躯 说话比较简洁 表情也相对镇定 江紫玉 则是个身穿白衬衫的马尾少女 脸颊上挂着浅浅的婴儿肥 更像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等我们互相介绍完毕 考官的声音也从门外传了进来 考验正式开始 登记处的工作 需要最精准的数据录入 各位 在你们每个人的前方 都摆着一个记录本 你们需要在15分钟时间里 按照顺序 从数字一开始 写到数字1000 出现错误或者超出时间者 直接淘汰 请注意 本次考验为团体任务 每组共有三人 只要有一人出错 整个团队都将共同承担后果 一并淘汰 所以 不要只盯着自己的纸面 请时刻关注自己的伙伴 三分钟后 倒计时正式开始 祝你们好运 09 听完规则 我下意识撇了撇桌上的纸笔 不禁捏了把冷汗 写数字的游戏 并不是我第一次经历 前两年的商场附近 经常都有人以此为噱头摆摊 免费参与 在规定时间内 从一写到500 成功者能获得玩偶奖励 失败者需要支付20元 靠着这个游戏 老板赚的盆满钵满 这个要求 乍看非常简单 几乎没有任何难度 所有人都有信心挑战 可一旦亲身尝试 才能感受到其中的厉害 在漫长重复的机械操作里 只需一个恍惚 就会让前面的努力 全部化为泡影 对人的专注力 是个极大的考验 并且密密麻麻的数字 会造成强烈的视觉疲劳 大大增加失误率 没记错的话 当初我挑战时 在300前后失败了 而登记处的要求 比商场里的还要严苛 不仅总数变成了更大的1000 还加上了时间限制 15分钟写完 相当于每个数字的用时 都不足一秒 最要命的是 仅仅自己写完 没有任何意义 但凡同伴出现一个失误 所有人都将坠入深渊 压力涌上来 我的呼吸都不自觉地变得急促 这一关很难 10 焦虑的气氛笼罩在玻璃格间里 我们三人各自妈撒着手里的纸笔 都有些沉默 汗水浸湿了后背 要知道 玩游戏失败了 结果也就是失败而已 大不了付点钱 心疼一小会儿 可在这里失败的话 结果只会有一个 死亡 生命威胁 裹挟着巨大的压力 悬在头顶 让我握笔的姿势都有些僵硬 本来想好要说的站前动员 都活生生咽回了喉咙里 最后还是一扇倾咳一声 率先开口 打破了沉默 两位 现在我们的生死 已经绑到了一起 你们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江子玉文言 深吸一口气 握紧了手中的笔 我保证 我会全力以赴 避免失误 绝不给大家拖后腿 我点了点头 我也一样 听完 一扇嘴角一松 看他双手笑了笑 放心 我没有质疑二位的意思 生死攸关 我们手里都握着彼此的生命 相信二位也不可能 拿自己的命来开玩笑 可在我看来 这一关对意志力的考验 非常残酷 但凡思绪闪烁一两秒钟 都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失误 大家各自为战的话 失败的概率实在太高 包括我自己 也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我有一个 合作的提议 十一 接下来的两分钟里 一扇向我们介绍了他的计划 为了尽最大可能 杜绝注意力流散 我们需要在写数字之前 先将其一面出生来 在嘴和脑子的信息统一之后 才能将数字认真写下 并且在写数字的时候 脚尖也要跟随着轻轻点地 多重任务堆叠 有声音 动作等各种要素交织 能把走神和卡壳的概率 降到最低 因为担心大家的声音混到一起 互相干扰 倒数的工作 则由我们轮流承担 一人抱一个 循环往复 达到互相提醒 互相督促的作用 听完这个计划 我不禁暗暗感叹一扇的冷静 在这样胶着的氛围里 他居然还能沉下心来 迅速编出一套合理的方案 虽然要比单纯写数字 累上不少 但安全性可谓是大大增加 不怕辛苦 只怕失误 随着考官的一声令下 倒计时正式开始 一扇打头 我们开启了同步技术模式 一 隔间里响起 沙沙的笔画声和清脆的跺脚声 二 三 十二 排在前面的数字位数较小 所以念得很快 仅仅五分钟 我们已经写下了四百多个数字 进度洗人 只要这样平稳地坚持下去 或许能提前完成任务 可就在我信心满满的 暴数 技术时 耳畔突然传来了一道 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砰砰的爆响 此起彼伏 我知道 那是别的小组 有人血肉破开的声音 那声音太大 甚至差点盖过了 江紫玉的暴数声 紧张的情绪爬到我的脖子上 让我轻轻抱起 手臂一软 笔画都变得有些歪歪扭扭 差点就写错了 好不容易勉强写对了 那个隔间里 又紧接着响起 另外两道凄惨的豪哭 失误者的队友 也被淘汰了 把我拉回了现实 慢慢镇定下来 我继续输血 这样的干扰 后来又出现了三次 每一次都让我心惊胆战 肾上腺素疯一样的分泌 精神紧绷至极 直到一扇念出最后一个数字时 我才终于长出一口气 在白纸上重重写下一千 心里的锯石落地 我几乎没了力气 浑身瘫软 彻底倒在了椅子上 这一关 我们用试14分钟 顺利完成 13 一分钟后 倒计时结束 除了我们 还有五组成功过关 有一组因为没有血完 仍然被淘汰出局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三人 痛苦倒地 万代泛起深红的光芒 仿佛点燃了炸药的引线 最终引爆了全身 它们变成一条条碎片 挤在B字的隔尖里 透明的玻璃 仿佛都加上了一层血红的滤镜 哪怕这个场景 今天已经见到了许多次 我也依然难以适应 止不住的干呕 喇叭声事实地响起 恭喜各位完成考验 晋升为K7主管 目前存活人数18人 接下来 请各位前往7楼集合 迎接第三次晋升考验 这一次的主题是 执行力 14 佩戴上主管的工作牌 我们走进了7楼的档案室 这里被划分为一片片区域 存放着不同类别的文件 考官面无表情走在前方 示意我们跟上 欢迎来到7楼 在这里 你们需要一次穿过三间库房 到达下一关 各库房首尾相连 均有一门之隔 门上刻着对应库房的一条铁律 无论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都必须遵守 否则将直接淘汰 请记住 坚决执行是职场人宝贵的品质 我会在7楼的尽头等待你们 祝各位好运 说完 他便笑着转身离去 只给我们留下 意味深长的规则 和一道深色的木门 门上有不少白色的划痕 拼凑起来 是几个零万的文字 静止回头 我深吸一口气 准备迎接门后的世界 脑袋里蹦出许许多的幻想 不知前面会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 经过了前两关的残酷 这里会出现什么 我都不意外 可当推开木门的一刹那 我还是愣住了 门后 除了排列整齐的档案柜以外 净空无一物 地板的尽头 孤零零的立着第二扇门 离我们只有不到30米的距离 也就是说 这一路上没有任何阻碍 我们只要保证不回头看 就能轻松度过第一重考验 第三关 怎么变得如此简单 我的眼皮微微扯动 暗自捏了把汗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样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公司里 看着越安全的地方 却越让人有些担心 大暗室里灯光昏暗 隐隐约约间 如有一只猛兽蹲伏在前方 张开了血盆大口 15 带所有人走进库房后 木门缓缓关闭 灯光熄灭 这里彻底陷入黑暗 我擦了擦额间冷汗 只能凭着记忆 往下一扇门的方向 小心翼翼踏步 仅靠在我身旁的 则是上一关的队友 一山和江紫玉 毕竟一起经历过生死 我们之间也算有了较深的信任 加上公司里有规则限制 禁止伤害同事 所以简单商量后 我们一拍即合 决定后续的关卡也继续合作 在这样危险的地方 有人陪着也能安心不少 可让我没想到的是 库房里的能见度实在太差 根本没走出几步 我就在混乱的脚步里 丢失了他俩的踪迹 紧张的情绪 使我不自觉想要加快脚步 希望尽快走完这段压抑的路程 可这里的地板偏偏像黏人的沼泽 任我在焦急 也只能缓缓前行 极致的黑暗里 所有人都呼吸急促 我只能在心里不停重复着 不要回头 强提精神向前挪 直到一道声音传进我的耳朵 打破了寂静 我听到有人在我身后 呼喊着我的名字 林长安 林长安 是一道女声 一直若隐若现 直到一只手拍在我的肩膀上 我才终于听得真切 这道声音来自江紫玉 她说终于找到你了 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十六 她叫我干什么 而且为什么把手搭到我的肩膀上 我浑身冷汗直冒 精神紧绷那么久 刚才突然被人呼唤 一头了就会死 我咽了口唾沫 一时之间竟不知道 她是真想找我 还是想要害我 但伤害同事 不是绝对禁止的行为吗 无数个猜测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却分不出个结果 我只好咽了口唾沫 保持着看向前的姿态 小声的发问 怎么了 可回应我的 并不是江紫玉的声音 而是另一只手 趁我脚不停滞 一只宽大的手 已经从另一侧 悄悄攀附上来 一下拍在了我的后背上 让我心里一紧 一扇的声音 彻底站不住了 后背汗毛倒树 手臂上涌起一片 又一片鸡皮疙瘩 紧张的情绪在脑子里炸开 被考官骗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震惊 一扇紧接着说道 刚才我们进门的时候 趁着还有一丝光亮 在天花板上 看到了另一行字 天花板上 没错 一扇拍了拍我的肩膀 天花板上写着 真正的规则 已经被颠倒 我一愣 颠倒 也就是说 一扇点点头 想要走出这个库房 其实就得往回走 一扇的话 如同晴篇霹雳 砸在我的头顶 怎么可能 面对我的质疑 他轻叹一口气 你还记得吗 考官说他会在 关卡的镜头等着我们 可他自己的路线 却是原路返回 他可是考官 不用和我们一样闯关 我摇了摇头 他或许有遍及的通道 可以走 你的猜测也有可能 他轻轻嗡了一声 但我更倾向于 通关的路 就在我们出发的原处 这也能和天花板上的提示 互相佐证 而且还没等我接话 他摆了摆手 紧接着向我提出了问题 你有没有发现 越是往前 这里的路就越是难走 没错 我感觉几乎快走不动了 这是因为 我们正走向一条不归路 一山泛起一丝苦笑 其实这一关考验的 根本不是执行力 而是观察力 四 黑暗之中 我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十八 我站在原地 犹豫了许久 到底是继续往前走 还是选择相信一山的话 一边是考官的指引 一边是刚刚共患难过的伙伴 要命的是 我进门的时候 确实没有留意过 天花板的位置 这里的楼层很高 不把头仰到最高 压根看不到头顶的景象 如果当时我仔细观察过 现在就能分辨出 一山话里的真假 可惜并没有如果 这场考验涉及生死 倘若我选错了 迎接我的 一定是万劫不复 眼看我迟迟不动弹 将紫玉催促起来 不能再耽搁了 这里的压力 已经越来越大了 我几乎感觉寸步难行 我试图抬了抬脚 确实如他所说 见我还是做不出决定 他叹了口气 往后退了一步 这里刚好在 整个库房的中间 再不做决定的话 就算回头 可能也走不出去了 如果你不愿意 跟我们一起的话 我们就先走了 紧接着 我就听到急促的转头声 他们的手 同时从我的身上抽开 双脚与地面缓缓摩擦 和我渐行渐远 黑暗中 我不敢扭头 只能正在原地 默默愁愁 脑子里仿佛 有两个小人在吵架 双耳灌满了嗡嗡声 眼看双腿 渐渐被疲惫感包裹 我得尽快做出决定 继续向前 或者原路返回 到底该做出什么选择 在我即将被交集的情绪 彻底淹没时 一个新的念头 突然涌上我的心间 不对劲 十九 在之前的对话里 我一直被局促不安的氛围影响 全程被一山和江紫玉 牵着鼻子走 下意识把这个事件 看成了一场信任的对抗 到底是该无条件 相信考官 还是相信同伴 因为我本身掌握的线索不足 所以没法自己做出判断 只能选择其中一方 用性命去压住 可当我自行展开思考的时候 才猛然发现 我获取信息的渠道 其实并不是来自两方 而应该是三方 喇叭声 考官 同事 在这三方里 喇叭声总揽着全局 布置了规则的大框架 可以说直接左右着我们的生死 他的每一句话 甚至每一个字 都未曾出过错 也没有迷惑员工的痕迹 至少以我的视角 喇叭是必须相信和遵循的 可以称之为底层逻辑 而考官则狡诈的多 从第一关开始 他就不断在细化的规则里 埋藏陷阱 有意无意的 说出一些危险的真话 他的话 要听 但必须警惕的听 至于同事 则是与我处境相同的人群 暂时没有利益冲突时 是彼此视觉和思维的延伸 能共同探寻线索 思考通关的方法 如此一来 一条规律 已经明晃晃摆到了我的面前 后两者 也就是考官和同事之间 可以出现分歧 可以出现信息间的矛盾点 甚至可以耳于我诈 但必须建立在 遵循喇叭总规则的前提下 否则 整个公司规则的逻辑 都将被直接推翻 什么考验 什么秩序 什么求生 都将成为无稽之谈 而易珊刚才却直接告诉我 这一关考验的 根本不是执行力 是观察力 显然和喇叭宣告的主题相背 他们的所谓新发现 已经跳出了整个公司规则的框架 破坏了思维链条的底层逻辑 和前提条件 比起跟上他们的脚步 我更宁愿相信 所谓的天花板提示 是一个谎言 甚至很可能 他们俩根本就没出现在我的身后 一切的一切 都是关卡营造的幻觉 只为了让我在纠结中回头 并淘汰 想到这里 我深吸一口气 再也没有半点犹豫 拼尽全力迈开步子 继续朝第二扇门的方向前进 直到筋疲力尽 我才终于触摸到圆滑的木把手 猛地推开 一束光打到了我的脸上 二时 我跌跌撞撞 走进了第二间库房 里面零零散散 已经站立着七八道身影 包括之前蛊惑过我的衣衫和江紫玉 一番交谈后 我知道了他们的遭遇 果然 每个人都和我一样 听到了前一关同伴的呼喊 并被灌输了同一套说辞 只有坚守规则 绝不回头 才有资格走到第二间库房 一旦动摇 哪怕只是扭头轻轻一撇 也会被永远留在那里 设置这场游戏的幕后主持者 可以说是十分狡诈 哪怕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经历了两关残酷筛选的精英 十八个人里 也只有十四人顺利通过 第一道考验彻底落幕 我们身后的木门缓缓闭闭合 浮现出第二条库房铁律 禁止闭眼 这一次的考验 就要简单粗暴得多 走到一半时 档案柜里会刺出几十根钢针 仿佛有跟踪定位的作用 直直朝着每个人的双眼飞去 速度极快 难以抵抗 不论摆头还是转身 都没法将它们甩掉 感受着来自尖锐针头的压迫感 眼看着它们越来越近 每个人都会本能地想要闭眼躲避 可规则摆在眼前 必须克服内心的恐惧 迎着针头往前 而这些钢针其实并无实体 在接触到眼球的一瞬间 就会被撞散成烟 若是胆子小些 很可能就会因为下意识的闭眼动作 直接被淘汰 趋吉避凶是动物的天性本能 自然也包括人类 但好在能走到这里的 无一不是心智坚定者 竟罕见的全员通关 我们一起推开了第三扇门 门后写着最后一条库房铁律 禁止行动 21 看到这行文字 我彻底懵了 完全没有过任何心理准备 哪怕经历了前面两次考验 我已经非常笃定 这一关要做的 就是无条件服从门上的规则 坚决执行 可真正看到最后这一幕的时候 我还是没有绷住 好家伙 连行动都彻底禁止了 所有人都只能像木头一样 站在原地 那谁能去推开最后一扇门 总不能永远就待在这个库房里吧 一系列疑问涌上了我的脑袋 我忍不住想要挠一挠后脑 却还是死死定在原地 不敢向前半步 连五官都不敢动弹分毫 就这么沉默了很久 才终于听到 有人小声开口询问 打破了寂静 我们该怎么办 虽然没人回应他 但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他没死 说明脸部小幅度的表情变化 以及说话是规则允许的 我急忙把目光转向一山和江紫玉 向二人递出了话 你们有什么头绪吗 两人沉默片刻 给出了相同的回应 完全没有 22 时间慢慢流逝 不知不觉 我们竟在库房里 站立了接近20分钟 一动不动 甚至连姿势都不敢贸然更换 说话也只能用最小的幅度 生怕触犯了铁律 可这样下去 根本不知道什么收拾个头 因为长时间保持同样的姿势 我的手脚肌肉都出现了酸痛的现象 在不想出逃生之法 总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候 最关键的是 在这样的规则束缚下 我们该如何到达通关的彼岸 一个个问题困扰着我们 商量了很久也得不出结果 除了某个幸运 一开始就靠着墙壁 能够轻松一些 其他人早已在支撑不住的边缘 谁也不知道 多大的动作幅度会被判定淘汰 谁也不敢来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无奈之下 我也只能平住呼吸 继续默默坚持 直到过了半小时 库房里才终于出现了变化 一道火光 突然从前方燃起 迅速铺开 化作一条横向的火浪 炽热的红光打到我的脸上 空气都被灼出了波浪 整个库房里的温度 都在迅速攀升 这是要烧死我们吗 听着身旁江紫玉的喃喃自语 我也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这恐怕是规则在逼迫我们 尽早做出破局的举动 一山解释道 或许可以算是一种 另类的倒计石 二十三 热浪慢慢推进 和我们的距离 也在不断缩短 深红的燕火里 动出许多零碎的火星 四处乱飘 落到我的脸上 烫得我疼到 差点大叫出声 但为了尽量压低动作幅度 避免触犯铁律 我还是强行忍了下来 可一星半点的火花能忍 越来越近的成片火焰 怎么忍 汗水顺着脸颊流到下巴上 所有人都无比紧张 只能眼睁睁看着时间的流逝 无可奈何 十秒 二十秒 一分钟 三分钟 整个库房快被火海所吞没 仅仅用了五分钟出头的时间 火就蔓延到了我们所在的角落 根本没有多少思考的机会 局促逼色的空间里 我能清楚地听到 每个人沉重的喘息声 高温的炙烤 紧张的氛围 进退两难的局面 肉眼可见的死期 直到火焰终于碰到第一个人 局势骤然大变 他在受到灼烧的第一时间 就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不停拍打身体 试图扑灭恐怖的火焰 可这火焰根本不听使唤 偏偏越聚越大 无奈之下 他只能拼命往我们的身边跑 想要寻求帮助 然而 他才刚刚跨出第一步 手上的腕带就闪烁起光芒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好似被一把无形的刀 分割拆解 慢慢裂成了一块又一块 就这么灵明落落 坠到了地上 模模糊糊 看不清人的形状 他被淘汰了 24 这场景触目惊心 恐怖的火焰也步步紧逼 这狭小的最后阵线 简直成了我们的修罗炼狱 难题摆在眼前 现在不仅是烧脑 甚至可能会烧焦 但以火海的推进速度 留给我们挣扎的时间 也不会超过一分半 怎么办 怎么办 眼看着脸上的皮肤 都要被烫出孔来 我忍不住低声发问 不仅是询问同伴的意见 也是在逼迫自己尽力思索 找到破解的招数 面对火海的压迫感 就连一直沉着冷静的一山 都有些不知所措 声音里满是压力 这一关的主题是执行力 非要去较真的话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照着规则的要求做 也就是坚决不动 听了他的话 我不禁微微皱眉 难道说只能眼睁睁 等着被烧死吗 没办法 他摇摇头 我从始至终 都在观察每一间库房 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 不过话刚说完 他轻轻择了一声 猛地提问道 如果非要在淘汰 和纵深火海之间选一个 你们会选什么 我沉默片刻 回道 淘汰的下场 我们已经见证了很多次了 一定会死 而且死得很惨 如果非要选一个的话 我宁愿面对 结局未知的火海 虽然看起来 也根本不可能是求生之路 一山点了点头 既然如此 那我们就坦然面对火海吧 既然他要执行力 那我们就给他执行力 还记得上一次的禁止闭眼吗 他要我们挑战的 或许就是人类本能的巨异 江紫玉文言 冲我们羊了羊头 除了刚才那个人以外 站位最前的就是我了 一会儿我先帮你们试试这个火海 到底是什么成色 你们可以根据我的结果 来推断生存机会 看着他坚毅果敢的眼神 我顿时觉得紧张都削弱了几分 25 火海很快就烧到了眼前 江紫玉站在比我们靠前的位置 最先沾染到火焰 赤红的火星密密麻麻的拍打在他身上 迅速染满了他的全身 刚刚飘起的火焰 眨眼间便窜起一人膏 把他淹没 我分明看到他的侧脸上 满是烧痛的猙獰 牙关咬紧 浑身颤抖 腰背都快缩成一团 他却只是发出几声闷哼 忍耐了过去 自始至终 没有过多改变姿势和动作 看着这残忍的一幕 我和一山都捏了把汗 不得不佩服他的胆破和忍耐力 简直超越了我的想象 当然 这样的画面 也仅仅持续了不到三秒 几乎是一眨眼的功夫 江紫玉便彻底被火海吞没 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知道是不是化作了飘飞的探力 散尽了滚滚浓烟中 到底是烧没了 还是过关了 我们无从得知 面对这样的景象 我也只能叹一口气 迎接火海的到来 高温迅速吞噬了我 把我裹进一片炙热之中 身边火红一片 几乎将我直接融化 浑身的疼痛叠加到一起 仿佛要把我活生生撑到爆炸 但我却不敢有丝毫的动作 只能站在原地 静静忍耐这一切 一旦挪动一小夏 也很可能触犯库房的铁律 被当场淘汰 不管是被烧死 还是通关 这已经是我唯一的希望 刺鼻的浓烟里 我很快就无法呼吸 几乎不费什么时间 就走到了死亡的临界点 眩晕感狠狠砸在头上 就连张嘴的力气都没了 可我还是死死的定在原地 生怕倒下去 不知道这样的痛苦维持了多久 我终于在滚滚的浓烟里 看到灵扇木门 骤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这一刻我如释重负 甚至连推门的力气都没有 静止跌进了门里 刹那之间 我撇见了门后 有一道靠墙而立的人影 让我熟悉无比 那是江紫玉 我 过关了 26 恭喜各位完成考验 晋升为配酒经理 目前存活人数12人 在七楼的尽头休息半小时后 喇叭声终于再度响起 不得不感慨 能在这样残酷的挑战中 连续存活的人 都不是泛泛之辈 18个人进入七楼档案室 竟有12个人活着出来了 虽然看起来都相当狼狈 但这样的生还率 却是三观里最高的 接下来 请各位前往九楼集合 迎接第四次晋升考验 这次的主题是 观察力 不同于其他楼层的工作环境 九楼是公司的茶水间 考官鞋躺在沙发里 慢悠悠品着红茶 见我们到来 甚至优雅的比出一个请的手势 各位 欢迎来到茶水间 想要在这里存活 请最大程度发挥你们的观察能力 或者说 信息收集能力 你们需要用五分钟的时间 记住这里的场景 桌子 椅子 沙发 脚垫等 当然 不包括我 五分钟后 自行凑出三人一组 重新进入茶水间 在几乎完全一致的场景里 寻找唯一的变化或者不同点 每人仅有一次指认机会 若是同组的三人全部指认错误 则判定为失败 全组共同淘汰 若在三次机会之内找出变化 全组共同通关 请不要有任何迟疑 倒计时 已经开始 我一边听着考官慢条斯理的讲述规则 一边消化着其中的内容 直到听到最后一句 我才猛然一惊 一扭头 在他的身旁 看到一个正在倒计时的挂中 剩余的时间 已经只有四分二十秒 考官讲述规则的时候 倒计时居然已经悄然开始 足足被他浪费了四十秒 所有人都按骂不好 甚至来不及拉人组队 就开始紧锣密鼓的观察 巡视着茶水间里的每一个角落 我正想加入记忆大军 一旁的一山 却突然拉住了我和江紫玉 两位 你们足够信任我吗 二十七 三道眼神一交汇 我们顿时领悟了一山的意思 这一关 他还想和我们组队 若是能提前确定队友 把茶水间明确地划分成三个区域 各自负责一部分 将比每人都各自观察一整殿 要细致得多 同一个点位的停留时间 将大幅延长 但唯一的缺陷就是 另外两个区域 自己将一无所知 可以说是把性命 交到了彼此的手中 一旦队友出现问题 连补救的机会都没有 我深吸一口气 回想着一山和江紫玉 在前面的发挥 几乎没有任何迟疑 迅速点了点头 他们两人的表现 足够让我放心交出后背 经过简单沟通 一山把茶水间 分成了左中右三个区域 江紫玉负责最左边 一山负责中断 我负责靠右的一侧 每个人都能专心致志 主攻一块较小的范围 接下来的四分钟 就是和死神赛跑的时间 28 其实总体看过去 整个茶水间也算不上多大 只看右侧区域的话 就更显狭小 但需要记忆的细节 非常之多 我们根本不知道 公司的考验 会到多么细致的程度 四分钟后见到的场景 和现在会有多大的区别 是和平常玩的找茬游戏一样 远远一看就非常显眼 还是把变动 藏在了极其微小的地方 我们不得而知 但以之前机关考验的难度来看 应该是后者 所以每一寸角落 我们都不能放过 透明的玻璃茶几上 有11块蛋黄的茶字 木地板上的纹理 朝什么方向旋转 座椅上的花纹 呈现着怎样的图案 甚至包括窗帘的褶皱 花瓶的储水量 电线的长短 壁画的署名 吊顶的高度等因素 全都要考虑在内 这一系列要点 都必须如同打印机一样 刻入我们的脑海 争取做到1比1的还原 而我们的时间 只有4分钟 我发誓 这是我人生中最短的4分钟 不够用 根本不够用 29 十几道身影 在茶水间里不停忙碌 看得出来 每个人的神色都异常紧张 那么多张脸 挤不出半个笑容 每每有人路过我的身边 总能听到一些 模糊难辨的喃喃思语 大家似乎都有自己的方法 去记忆身边的画面 有人数着数字编号 有人用着联想记忆 还有人念叨着 我根本听不懂的预言 在这里 焦虑仿佛变成了 有传染性的毒气 在我们的身上互相传递 甚至愈演愈烈 好在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分区 我可以心无旁骛地 对着同一块区域 一遍又一遍重复观察 直到4分钟彻底结束 在叮铃的响声里 考官比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我最后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一眼 只能信信走出房门 侧身的时候 我看到紧闭的窗帘缝里 流出了一抹极浅的阳光 公司大楼的外面 似乎天气不错 生机勃勃 我的心位置一震 一想到外面多彩的世界 我就更加坚定了求生的信念 我相信 只要规则里留下了生机 我们就一定能活着走出去 这一关也不会例外 30 走出茶水间后 考官命令我们自行分组 12人里有两队是曾经同组的伙伴 迅速走到了一起 剩下的6个人 则在简单取舍之后 随意凑出了两个组 所有人站定后 考官把第一组人 重新领进了茶水间 我们9人则在屋外 静静等待 组组等了5分多钟 茶水间的门才终于再次打开 可出来的却只有考官一个人 他随意丢出几条染着血的腕带 拍了拍手 又扶了扶一脚的血痕 轻轻笑道 下一组 看着地上的三条腕带 所有人都变紧张了 好歹也是连过三关的同事 绝不可能存在什么庸人 各个都是思维缜密 胆大心细 三人同力 却直接团灭 不禁让我们的心里 生起浓郁的担忧 这一关的难度 看来真的不小 紧接着 第二组也被考官带进了屋 同样的5分钟 同样的等待 走出来的 依然只有孤零零一个人 三条沾血的腕带 再次被扔到我们脚下 我咽了口唾沫 看向一墙之隔的茶水间 不自觉的有些恐惧 这里面是吃人的魔哭吗 31 出人意料的是 第三组 竟没有重蹈前两组的覆辙 他们仅仅用了三分半的时间 就从茶水间里活着出来了 即使他们的脸上 写满了惊讶和后怕 也无疑给了我们不小的信心 这一关虽难 但绝不是无解的死结 随后考官摇着脑袋 示意轮到我们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 我们一同走进了茶水间 一眼望去 熟悉的布局 熟悉的摆设 熟悉的器具 气氛依旧压抑 窗帘把外面遮得炎炎实实 昏昏暗暗 让人坐立难安 接下来 你们有两分钟时间 观察现在的茶水间 寻找出唯一的变化 或者说不同点 考官挥了挥手 示意我们自由行动 两分钟结束后 我会通知你们来门口集合 后续的时间里 你们每人有一分钟的时间 指出自己心中的不同点 答对则全员晋级 答错 失去机会 三人全都答错 你们就可以把血肉都留在这里了 他慢悠悠的说完 便倚靠在身边的墙壁上 开始闭眼小气 看着一旁早已开始流逝的倒计时 我不禁暗骂 又是同样的招数 这个考官 真是擅长浪费我们的时间 32 回到茶水间右侧区域 我开始寻找 记忆中的每个细微元素 这一关 和我们设想的难度差不多 从整体上看 压根看不出两次进入的茶水间 有任何区别 几乎完全一模一样 所以真正的谜底 肯定藏在肉眼南边的地方 我根据脑海中罗列的几个重点 一个个排查过去 茶字 木纹 褶皱 可越看得多 就越是汗流加倍 所有一切我认知里的细节 全都一模一样 我分不清 这是因为我确实疏忽了 还是变化 确实不在我负责的区域 但我不敢有任何怠慢 哪怕苦熊无果 也依然一直在翻找 两分钟的时间转瞬即逝 我深吸一口气 最终带着一份白卷 走向了门口 即将会合时 我悄悄凑到一山 江子玉的身边 轻声说道 我这边没有任何发现 一山闻言 推了推眼睛框 我负责的区域 也和之前完全一致 听完我们俩的话 江子玉愣住了 她瞪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们俩 紧接着说出的话 让我们瞬间如坠冰枯 可是我那边 也和之前完全相同 33 完了 这是我脑海里 第一个蹦出的念头 三个人 没有一人找出答案 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三个人一起交了白卷 这下子 我终于明白了 前两组在屋里 受到了怎样的煎熬 也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第三组 明明都顺利通关了 脸上还是写着 难以置信和恐惧 我没有怀疑过 一山和江子玉的能力 但很明显 这一关的难度 远超我们的想象 更要命的是 因为我们自作聪明地 分成了三块 现在连互相纠错的机会 都没有 每个人对于自己 未曾涉足的区域 都处于绝对未知的状态 死定了 耳畔传来一声细细的轻语 一直沉稳的一山 竟然颤抖着乌叶出声 考官看着我们慌乱的表情 似乎极其满意 他指了指我的方向 一分钟倒计时 你先说 看着他细写的笑容 我的脑袋一阵发懵 说什么 怎么说 我什么都没找到啊 压根没有答案 该如何答题 这一刻 我仿佛回到了 多年前上学时的考场 肚子里没装下任何知识 只能看着考题干着急 我紧张的左右摆头 试图从脑子里 晃出点可能的答案来 而这一次 说不出答案的后果 是死亡 34 接下来的一分钟 我陷入了一片茫然 不断在脑海里 回忆着茶水间的布局 把两次进入所见 摆在一起对照 却依然毫无收获 无论我怎么回想 怎么比较 分明都是完全一模一样 若是只有我这么觉得 也就算了 但偏偏 我们三个人都这么觉得 靠 我忍不住吐出了脑子 却也无法消解这样的情绪 直到倒计时彻底结束 无可奈何之下 我只能随便指了一杯水 希望撞个运气 水杯 水杯里的气泡 和上一次不同 考官文言 哈哈大笑 错了 他摸了摸下巴 重新开始倒计时 指了指一扇 轮到你了 一扇咬着牙 转头看了看我 心里估计也是万念俱灰 怕过了这么多危机 恐怕他也没想到 会栽在这看似 平平无奇的一关上 漫长的等待了一分钟 他最终还是没有想出答案 和我一样 随便指了个地方 茶水间里 想起了考官的嘲笑 35 下一个 最后 他把手指向了江紫玉 一眨眼 他成了我们最后的希望 可通过刚才的交流 我们早已经提前知道了他的结果 不知不觉间 绝望笼罩在整片天空之上 我和一山都低垂着头 为自己的表现 感到不甘 气愤 又没有半点办法 江紫玉则眯起眼 抿着嘴 似乎在做最后的挣扎 他的眼神不停向上瞥 不知道在思考些什么 我和一山不敢打扰他 只能默默等候 眼看着倒计时即将归零 可就在考官斜脸着嘴 即将宣判超时的时候 江紫玉猛地抬起了头 他从思考的状态中清醒过来 双眼放弃了光 看到这一幕 我忍不住握紧拳头 死死盯着他的嘴巴 想听听他会说出什么 他 有发现吗 在三双眼睛的注视下 江紫玉常常吐出一口气 冲了我们微微一笑 我想我已经发现了 两次茶水间真正的变化所在 听他这么说 我和一山的心脏 几乎都蹦到了嗓子眼 就差跳到外面 紧接着他微微一笑 走到了茶水间最边缘的位置 不得不说 这一关的谜底 藏得非常好 真是很难想到 说完 他轻轻掀开了 一直紧紧关闭的窗帘 窗外乌云连绵 天色暗沉 因为真正的答案 其实在大楼的外面 36 考官得意洋洋的笑容 突然停住了 慢慢变得有些僵硬 倒计时在此时 也刚好走到最后一秒 看着他那极度吃饼的表情 我们顿时松了口气 江紫玉 选对了 好不容易卸下心里的石头 我几乎浑身贪乱 直接跌坐到了地上 复杂的情绪 如同冲开了堤坝 总算是奔流而走 眼下最大的威胁 终于烟消云散 见状 江紫玉也擦了擦额上的汗 跑过来把我们两人扶起 好险 一直到最后一刻 我才找到问题的关键 茶水间里的几道窗帘 完全是迷惑我们的障眼法 我们光把心思放到了窗帘本体上 去记忆褶皱 记忆疊痕 记忆颜色 却没留意过 窗外的风景和天气 有没有出现变化 事实上 场景里能获取的一切信息 都算是场景的一部分 从晴天变成了阴雨天 这就是身处茶水间 能感知的唯一变化 听完他的话 我恍然大悟 突然想起了 对我漏掉的一些细节 第一次进入茶水间 尚有极抹绝强的阳光 顺着窗帘的狭小缝隙 溜进屋里 可第二次进来 就只觉得昏昏暗暗 氛围压抑 根本没有阳光 而这也正告诉我们 窗外天气的不同 想到这里 我不禁狠狠拍了拍自己的脑袋 明明答案就摆在眼前 却直接绕路而行 这就是公司规则的诡计 生机总出现在意料之外 要是队友不够给力 这一关 迎接我的 多半也只有淘汰 37 恭喜各位完成考验 晋升为K10总监 目前存活人数 6人 真是残酷又激烈的晋升之路 恍恍惚惚惚的走出茶水间 熟悉的喇叭声又一次出现 四关过去 当初的99人 已经只剩下6人 放眼望去 整个公司里 躺满了雷雷白骨 但我始终没有忘记 只要晋升到K12的直级 就可以安全离开这里 而现在 我们已经走到了K10 接下来 请各位前往10楼集合 迎接第五次晋升考验 这一次的主题是 决策与应变 爬上10楼 我们在一间庞大的会议室里 见到了第五关的考官 他斜躺在主位上 双脚靠在桌檐 没说一句多余的话 直接介绍起了这里的规则 这里是10楼 会议室 请6位自发组队 分成两组 分别前往左右两侧的电梯口 通关规则很简单 哪边先坐上电梯 全员同时抵达13楼 哪边就算赢了 输的一方 就地淘汰 这一关里 禁止攻击对方成员 也禁止干扰对方行动 请公平对决 说完之后 便悠哉悠哉的闭眼 睡起了觉 只留下一头雾水的我们 所以这一关是 竞速赛 可竞速的内容 也太儿戏了吧 就比谁电梯坐得快 这不是扯淡吗 38 虽然心中有万分疑惑 我们还是尽快并除了杂念 事到如今 不管规则到底有多离谱 还是先执行为妙 我们三人熟络的组队 抢先选择了会议室 左侧的电梯口 走了过去 每一侧电梯口 均有两台并排设立的电梯 面对二选一的情况 我们没什么头绪 只能随便选了其中一个 钻了进去 站在电梯里 我们才终于体会到 这一关的诡异之处 因为无论我们如何折腾 按钮13都始终暗淡无光 别说13了 就连12和11也上不去 看着纹丝不动的电梯 我有些不解 这是什么情况 江紫玉扭了扭脖子 在电梯里扫一圈 果然 规则却不可能像描述的那样简单 一山则是招呼我们赶紧开门 走进旁边的另一台电梯 又遇到了同样的情况 楼层的按钮分明就摆在那里 却无论如何都激活不了 除了干瞪眼 没有任何办法 会不会是哪里藏着什么机关 江紫玉临机一动 发动我们在电梯内部寻找 可我们把梯箱上上下下 全部摸了个遍 也没能找到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太奇怪了 一山捏着下巴 眉头紧皱 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让电梯上升呢 39 毕竟是竞速关卡 我们一边探索的同时 也一边伸出脖子 观察着会议室 另一侧尽头的情况 那边同样是两台电梯 看样子也是动弹不得 三个人站在电梯口 琢磨了很久 也一筹莫展 这样摸不着头脑的考验 简直让人困扰 我试图跑去考官旁边 询问更多线索 他却始终闭着眼睛 悠哉悠哉 没有任何应答和提示 面对着诡异的局面 我们彻底傻眼了 通关条件倒是简单明亮 可电梯完全不动 该怎么办 为了打破僵局 一山提出了几个试验 让我们一一照做 两个人进电梯 一个人进电梯 左右电梯和一人 都没有半点反应 直到我们尝试 一个人进入左边的电梯 另外两个人进入右边的电梯 电梯终于出现了变化 只有一个人的电梯 居然可以按亮11这个按键 虽然距离目标还差得挺远 但这无疑是从无到有的飞跃 我激动地冲出电梯 把这个消息告诉一山和江紫玉 可就在我们一起 重新进去查看时 按钮11又变灰暗了 无论如何也没有反应 就好像刚才的一切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40 邪门 太邪门了 面对这极其诡异的一幕 我简直束手无策 难不成是我的幻觉 好在接下来 江紫玉和一山也轮流换人 分别进行了刚才那个测试 证实了我看到的一切 并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这两台电梯之间 似乎存在某种联系 其中一台电梯里 站着两个人时 另外一台电梯里的人 就可以按到11 一旦这边的两个人撤掉 那边的电梯 也会回归死机状态 停止运行 这个规律有什么用呢 我挠了挠头 感觉脑细胞都要烧坏了 既然发现了特殊规律 那它一定是有作用的 但只能送一个人上11楼 对于竞赛的结果来说 又毫无意义 这个小规律背后 一定有着一条更庞大的法则 可是无论怎么观察 我都难以将其看穿 这难道是一道数学题 江紫玉也同样苦着脸 用手指在衣服上 画着一些看不清的数字 我们就这样一边想 一边继续实验 足足持续了五六分钟 也没有任何新进展 直到一直沉默不语的一衫 突然摘下了眼镜 狠狠地拍了拍自己的额头 紧接着冲到我耳朵里的 是她兴奋的声音 我想明白了 原来这么简单 41 你想出了什么 我和江紫玉一起看向她 忍不住发问 一衫笑着摇摇头 指了指电梯 是佩仲的问题 佩仲 什么意思 她解释道 影响电梯能否上升的因素 其实是两台电梯承载的重量 这样说你们可能听不明白 那我就讲的通俗点 这两台电梯一左一右 可以被看成一架天平 天平你们都见过吧 哪边更重 就会下沉 哪边更轻 就会上升 他们也是一样的 当左边的电梯比右边的电梯沉 右边的电梯就能达到更高的楼层 所以当我们两个人 聚在同一台电梯里的时候 另一边的电梯就能顺势上升 爬到11楼 听了她的理论 我恍然大悟 真是当局者迷 如此简单的现象 我们守在电梯门口都没有总结出来 随后为了验证这个猜想 一山和江紫玉又一次进入其中一台电梯 而我则站在另一台电梯门口 我没有进去 而是把手伸了进去 放在按钮上 这一次不仅11能亮起来 12也终于有了反应 一个人的重量 差不多对应了一层楼的高度 两分重量 就能把空电梯翘起来两层 电梯之间配重的差值 等于可以上升的楼层数量 而3加3等于6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能在其中一台电梯里 放上大于6个人体重的物品 就能把我们三个人一起送上13楼 42 看到实验成功 我们三人都欣喜若狂 通关的原理 已经牢牢握在了手中 接下来 只剩把它实践出来而已 想让其中一台电梯装满重物 我们的目光 也只能投向中间的会议室 里面除了一张搬不动的巨型长桌 还有30来张木椅 满足我们的重量需求 简直轻轻松松 为了不泄露情报 我们小心翼翼地 夺不到会议室的边缘 开始偷偷摸摸地搬椅子 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 走到会议室中央后 我们竟迎面遇上了 另一组的三人 而他们的眼睛 也直勾勾地盯着这里的木椅 眼神交汇的瞬间 我们都明白了各自的意图 他们也破解出规律了 快强 快强 江子玉接连高鹤三声 我们顿时火力全开 抓起身边的椅子 就往电梯里扛 对方居然也在同样的时间 找到了通关的方法 接下来 就真的变成纯粹的速度竞赛了 哪边搬椅子的速度更快 哪边就能赢下这一关 求生的本能 让肾上限速飙升 我抓起其中一把木椅 风一样的朝电梯里奔去 43 搬到一半时 一扇抓住空隙 进行了一次简单的估算 想要把我们三人 一起送上13楼 需要18.1把木椅 也就是说 18把椅子会差一点 必须19把椅子 才能达到要求 而整个会议室里 刚好摆放着38把椅子 其中一张被考官所霸占 没法拿走 所以可供搬运的椅子 仅有37把而已 也就是说 无论谁快谁慢 都只有一方 有资格登上13楼 我们一边 观察着对方的椅子数量 一边拼命往返 在电梯口和会议室之间 风一样的奔跑 让我们粗气直喘 但也一刻不敢怠慢 可最让人绝望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明明是同时开始的行动 对方的速度 比我们快了半步 当我们刚搬完18把椅子 还差最后一分重量的时候 对方却已经在搬运 最后一把椅子的路上 跑到了触手可及的地方 很显然 他们三人里 有一个运动能力超标的人 比每个人的搬运速度 都快上了一死 从而积累出了这半程的领先 会议室的中央地带 和电梯口隔着不短的距离 除非爆发出伯尔特一样的速度 否则我们根本不可能追上他 完了 我听见身旁两位同伴的呢喃 他们的瞳孔微章 此时已靠在电梯门口 像是彻底放弃了挣扎 等待死亡的到来 我看着堆满木椅的电梯 突然眼睛一亮 生出了一个新的主意 别急着放弃 竞赛还没结束 四十四 两人先是愣住 随后疑惑地看着我 我来不及向他们解释 因为对方的最后一把椅子 已经在搬运的路上 我深吸一口气 直接脱下了我的皮靴 又顺势甩开了棉外套 剪下了腰带 他们俩顿时明白了我的想法 我们离最后的胜利 其实也就差零 一把椅子的重量 约等于四斤 这点重量 根本不需要再来一把椅子 从我们自己身上凑就行 此削笔掌 只要我们从身上削掉两斤负重 扔到负责承重的电梯里 就能刚好达到目标 于是 江紫玉的高跟鞋和项链 一扇的金属皮带和钢笔 统统被扔进了负重的电梯 为了争取最后的生机 我们的动作极快 直到一扇脱掉厚重的牛仔裤 只留下秋裤在外时 另一台电梯里的十三 终于亮了起来 我们比对方早了半秒的时间 合上了电梯门 在开门时 带着电流音的喇叭 已经打开 恭喜各位完成考验 晋升为K11总经理 45 目前存活人数 三人 距离K12之级 仅有一步之遥 接下来 请走到十三楼走廊的尽头 在那里 迎接最后一关 我们齐齐松了口气 并肩走向了最后一扇门 十三楼的尽头 居然只有一个很小的房间 里面摆着一张长桌 长桌后 坐着一个打扮得体的中年人 和之前机关的考官 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 他抚摸着下巴 玩味地看着我们 恭喜各位 来到终局对异的环节 事实上 已经很久 没有人能闯到这里了 还没等我们回应 他便自顾自地怂起了肩 公司晋升的难度有多大 我是十分清楚的 想走到这里 毅力 智慧 勇敢 默契 甚至运气 缺一不可 但是很可惜 接下来这一关 你们终究是要自相残杀了 同生共死的伙伴激烈争动 真是让人期待的戏码 则明明禁止的 他显然猜到了 我会说这样的话 撇了撇嘴继续解释道 规则也有例外 K12这个直级相当特殊 可以说是整个公司的掌控者 所以只设置了一个名额 但你们这里 足足有三个人 所以接下来 让我来告诉你们 怎么成为那唯一的幸存者 46 你们听过 俄罗斯轮盘堵吗 我这里有一把左轮手枪 它的弹槽里能够容纳六发子弹 但是现在 我只往里放了一颗 然后随机旋转 那颗子弹到了第几发的位置 我自己也不知道 接下来 你们需要轮流拿起这把枪 对准自己的脑袋 或者身旁某位同事的脑袋 砰的开出一枪 循环重复两圈 正好射击六次 每一发都可能让你脑瓜穿孔 也有可能放出空枪 这得看命 你们或许会害怕 射击别人的举动 将算作自相残杀 会被淘汰 但是放心 我可以给你们一次赦免权 如果你第一次射击他人 就打出了实弹 精准淘汰对方 那你便获得赦免 不被追法 反之 你要是对着同事打了空枪 那被淘汰的人 就会反过来 变成你本人 第一轮轮盘赌结束后 若剩余人数仍然大于一 则剩下的人会被抹除记忆 重新进门 开始第二轮 直到幸存人数等于一为止 概率 运气 与人性的碰撞 这就是最后一关的魅力 我宣布 赌局 正式开始 听完他的介绍 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最后一关 竟是如此简单 粗暴的一场赌博 这样以性命为赌注的轮盘赌法 我曾在电影里看过 但关于这个玩法详细的概率学分析 我早就忘了个一干二净 我忍不住撇向一旁的一山 若要问我们三人里 谁最有可能精通概率与数学 恐怕也只能是他了 他们两个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47 第一枪由江紫玉来开 六发容量 一枚实弹 第一次就幸运抽中的概率 是最好计算的 17% 也就是说射击自己 有83%的生还概率 而射击别人 就很容易打出空弹 生还的概率会直线下降 公司规则和赦免权法则相互制衡 只有确保一发入魂 才能把枪口对准别人 但凡是个正常人 这一枪都会瞄准自己 不出我所料 他举起手枪 对准自己的太阳穴 扣动了扳机 清脆的趴身后 无事发生 第一发是空弹 手枪被转移到了一山的手中 一山没有半点迟疑 也当即抬手 朝向了自己的头 第二发也是空弹 手枪落到了我的手里 简单思索之后 我还是选择了射向自己 紧张的空气里传来脆响 第三发还是空弹 48 唯一的实弹至今没有出现 这个游戏越往后 打出真枪的概率就会越高 三发打完 手枪又一次回到了江紫玉的手中 这一次他不再如之前果断 而是反反复复思考了很久 我能够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桌子对面的中年人倒是不急 一直玩味地看着我们 静静等待 过了许久 江紫玉终于抬手 他又一次选择把枪口对准了自己 熟悉的脆响再度响起 第四发还是空弹 悬念落入一山的手中 但草里还剩一发实弹和一发空弹 仿佛硬币的正反面 供他选择 我咽了口唾沫 猜测着他的想法 概率已经到了对半分的地步 他会选择继续射击自己 还是搏一搏杀死别人 事到如今 生与死的概率已经一样了 如果他要射击别人的话 会想杀到谁 我 还是江紫玉 看着他纠结的脸庞 我的心也仿佛被紧紧揪住 紧张 压抑 痛苦 犹豫 拉扯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神经 如何活下去 谁会活下去 这些问题实在太疯狂了 49 沉默了很久 一山最终选择了射击自己 他紧闭着双眼 浑身紧缩 扣动扳机 那一刻 我们的呼吸都近乎停滞 直到听到一声清脆的响声 第五发 也是空弹 我瞪大眼睛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双手止不住的颤抖 甚至连枪都拿不稳了 弹槽一共只有六发 前五发全部打空 也就是说 最后一发 一定是实弹 命运仿佛眷顾到了我的身上 所有人的生死 都会聚到了这一枪上 场上每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死死盯着我的右手 我拿着这把左轮 迟迟没法行动 射击谁 最后一发实弹 射击自己 是必死的局面 击中别人 则百分百获得赦免权 不会被规则给淘汰 也就是说 我现在可以稳稳地淘汰 江紫玉和一山中的任意一人 开启第二轮 但我真会这样做吗 我不禁抬头看着桌后的中年人 看着他那淡然的表情 我开始不停地回忆 一路走来的所有细节 我想要找到 所有人一起活下去的 生机 五十 我仔细回忆着 喇叭宣布的每一条规则 回忆着中年人讲过的每一个字 回忆着前面五个关卡的通关经验 甚至对比了一下喇叭声和他的音色 显然 二者并非同一个人 但这些又有什么关联呢 我看着他悠哉悠哉的姿态 一只手随意摆动 玩弄道具 另一只手却一直放在桌子后面 从没有拿出来过 这又代表着什么 随着一幕幕画面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我感觉真相就在我的眼前 却始终差一步才能抓住 中年人显然察觉到了我的异样 忍不住轻壳一声 催促我道 我知道你们生死情深 但时间快到了 尽快做出选择吧 我死死盯着他的眼睛 却发现 他竟有一些本能的躲闪反应 这一刻我明白了 我抬起枪 在一山和江紫玉震惊的眼瞳中 把左轮手枪对准了自己 我把脚踩到长桌上 抓住了中年人 毛子里一闪而过的慌乱 我堵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扳机扣动 第六发仍然是空弹 五十一 这一关没有任何人淘汰 更不会有任何人被枪杀 我们三人终于卸下了所有的压力 而一直自信满满的中年人 却如同中了雷劈 躺倒在了椅子里 一山不可置信地看向我 你怎么敢做出这样的决定 江紫玉也把嘴巴张得老大 你怎么知道枪里没有子弹 我深吸一口气 捏了捏仍在颤抖的手 笑着解释 还记得我在第三关时 跟你们交流过的思路吗 我始终坚信 喇叭所交代的规则 才是整个公司规则和考验的底层逻辑 和前提条件 即必须遵守的事情 而我刚才仔细回忆了 他和喇叭后那道声音 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说 他定的规矩 仍然要被矿定在基础规则之内 优先级不能高于喇叭传递的规则 可他所谓的赦免权 居然能凌驾在根本规则之上 反其道而行之 所以我猜测 哪怕他看起来地位再高 再自信 也不过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考官罢了 根本没有篡改原始规则的权利 所谓的赦免权 压根就是一个谎言 在这一关 任他说的天花乱坠 我们也绝不能进攻同事 否则注定会被淘汰 而且我怀疑 他甚至都不是考官 听到这里 江子虞不禁一力声 那他是什么人 我轻轻一笑 从我们进来起 不管是介绍规则 还是拿出左轮手枪 他始终把右手放在桌下 从未展示在我们面前 你们看看自己的右手 或许就能猜到是为什么了 文言 他们俩纷纷举起右手 都是猛的一愣 我们的右手上 都佩戴着统一的万代 此时的中年人 已经狼狈地瘫倒 一山拽出他的手臂 果然发现了一根 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万代 也就是说 他其实也是这场游戏的参与者 52 听完一山的猜测 我摇了摇头 不 这一轮游戏的100个参与者 早就在一楼大厅里碰过面 他推了推眼镜 那你觉得 我深吸一口气 说出了我的答案 我想 他应该是 上一次游戏的唯一幸存者 也就是 曾经的K12 规则第五条提到 成功升至K12之级 便能顺利生还 离开公司 甚至掌控公司 他或许选择了留下来 做了公司的掌门人 一山文言 轻轻点了点头 原来如此 还没等他感慨玩 中年人的万代 就散发出一股赤红的光芒 在我们三人的注视下 爆裂开来 化作了零碎的血肉 扎在房间的各处 而被他一直压在身下的凳子上 居然刻了几行小字 终极对异规则 K12捍卫者 仅尽情施展欺诈 让眼前的新人 自相残杀 K11挑战者 全员生还 方可通关 果然如我所料 他的枪里 自始至终就没有放过子弹 而他的任务 就是蛊惑我们 做出互相伤害的行为 触犯规则 迎接死亡 如果我们输了 他将继续坐在K12的宝座上 俯瞰整个公司 如果我们赢了 我们将成为新的K12 53 恭喜各位完成考验 晋升为K12掌舵人 目前存活人数 三人 一切尘埃落定 喇叭声不出意料的再度响起 接下来 有两个选择 摆在你们的面前 一 接管公司 吸收每一位新人的血肉 所有死去的新人 都会为你提供养料 换作社会上的能量 甚至改造体魄的宝物 你们能以崇高的身份地位 自由行走在人间 享受K12之级 给你们带来的一切 有悠长的寿命 无尽的财富 世人想要的一切 你们都将唾手可得 唯一的禁忌 只有保密一项而已 当然 若有新人成功闯进终极对异 你们也将和上一任捍卫者一样 面对新人的挑战 第二个选择 则是离开 离开者将不会获得任何奖励 只能带着一身的伤痕除去 若你们三人全部选择离开 公司会因为失去掌舵者而倒闭 你们也将被公司永久诅咒 伤病缠身 没运透顶 继续平凡的生活 甚至越来越像蝼蚁 如果选择前者 请乘坐电梯 前往14楼 签署协议 并查阅公司的一切秘密 如果选择后者 请从一楼大门离开 这一次将无人阻碍 请三位慎重选择 宣告完一切 喇叭便彻底关闭 再没有半点声响 我们知道 已经走到了一切的终章 我扭头看了看一山和江紫玉 扭了扭僵硬的脖子 撑了个懒腰 想看看他们怎么决定 是留下来 享受长生不老 荣华富贵 彻底掌握公司的一切秘密 还是离开 而他们迎上我的目光后 又全都直勾勾地看向了我 至于我的心里 其实早已有了答案 我选择离开 江紫玉歪头一笑 我也选择离开 一山耸了耸肩 最后扶了扶她那 早就变形的眼睛框 我也一样 我们相视一笑 互相搀扶着 慢慢下到了一楼 这一次 黑压压的枪管 不再对准我们 推开大门 共同回归 这一刹那 公司大楼瞬间倒塌 相比于永无止境地压榨他人 做血腥丛林里的王 我更喜欢眼前这个 有血有肉的世界 就让那通骨湿肉的邪恶公司 消失个彻底 虽然总会有更多人 愿意站在金字塔的顶端 张着血盆大口 对着一茬又一茬新人 垂涎欲滴 用他人的生命 来填补自己的欲望 但那不是我心中的秩序 更不是我想要的活着 我想要的是门外的阳光 能供所有人平等呼吸的阳光 全文完